欢迎收看起来论坛 我是李心灵 今天星期三碰上了台指期结算 把台北股市以及亚洲股市 一笔之下就发现 台北股市是显得相对比较强劲 那么后续到底要如何来进行 看待整个大盘的一个走势 我们就请教专家 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 既然投估正题双分析师中间 既然好 好 新云好 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今天已经是做个了断 台指期结算完毕了 那结算之后到底行情会如何发展呢 好的 这时候来了 结算完之后应该是要松一口气 感觉好像没有 没有办法松一口气 会更难操作 为什么 真的是这样 而且江老师跟你讲 接下来的盘是没有比较好操作 我论述给你看 你就知道江老师为什么跟你讲这个东西了 然后在讲这个东西之前的话 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是不是结算完了 结算完之后每一个月都会有两次 还有磨胎节 对 没有错 还有一个磨胎节 真正好去的 就不要给它敲在一起 敲在一起真的好处理的 怎么说 如果敲在一起 两个成本是不是就几乎是一模一样 但是现在看起来不一样 所以江老师跟你讲 面对这个盘是到底要怎么看 来慢慢讲你慢慢听哦 昨天是不是跟大家讲说 对于这个大盘也没有 一定要有属于自己的境界 对不对 境界就是这些 你现在对大盘的境界是什么 盘整还是多还是空啊 知道吗 不知道对啊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 江老师你不要散发了 就是对大盘没有境界 还要看练习 还要说的也是啊 对 好了 慢慢讲 好 那如果大盘 你对这个大盘 你要有方向感 当你有方向感之后 我认为你这个盘是就好处理了 怎么说 江老师先给你一个结论好不好 之前都是跟你讲 是一个区间震荡整理盘 好 这时候来了 变成是什么 结算完之后 变成一个大区间震荡整理盘 江老师 就做多一个大字而已 对 没有错 就多一个大字 但是你知道多那个大字 有多讨厌吗 我跟你讲真的 有时候 有时候你真的 运用好好的正确的方法 来面对它的时候 你就知道 江老师的逻辑到底是什么 江老师希望教你逻辑 用逻辑来看 我们来看这一张图 用普通的K棒颜色来给你看 来 这是台子棋的日线图 江老师 你给我看这要做什么 我给你讲 看这有道理的 这是台子棋的日线图 我给你讲 你看 这家的最低点是8991点 对不对 好 从8991之后 开始慢慢慢慢慢慢往上拉 好 那你想一件事情 如果慢慢慢慢的往上拉的话 大部分的9月份的成交量 我讲的是台子9月 台子棋9月不是8月 是不是大概就是在这个地方去做成交 好的 如果你知道它在这边成交 那你觉得 你觉得 来拉回来 重点在哪边 如果你知道它是在那边成交的 那你觉得它在哪里换仓 那当然就是在那个附近换仓嘛 好 这时候来了 拍出力的在这 看起来台子棋的换仓成本 有可能在下方 就以建安老师所估算出来的是在下方 而且还蛮低的 真的还蛮低的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 建安老师跟你讲 今天是拍出你的担仓 就是这种担仓 怎么说 如果假设当你知道了9月份的合约 到底多空双方是换在哪个地方 你是不是大概就可以知道 到底是要做多还是做空 还是看盘整 那建安老师跟你论述的东西是什么 现在就是因为台子棋 我的看法 就以我现在目前初估的 还没有精算的数字 我只能用初估 只有要到今天晚上的时候 才会有一个精确的一个数字 如果假设 建安老师算出来之后 大概的位置是在下方 好 那这时候来了 那下方能够干嘛 不能干嘛 因为还有一个数字啊 更讨人厌的一个数字 什么数字 还有一个摩台子结算的 要用的数字 就是这个数字 8月份的合约换在338.1 好 建安老师这五字天数 我怎么看得有啦 好 我跟你讲 摩台子如果换算成台子棋的话 338.1大概就是 约略在9460几点 好 那这时候来了 重点在哪边 摩台子的成本一家 台子企业的成本一家 重点是什么 是不是大区间震荡整理盘呢 这样了解 我要表达的意思没有 所以判施 没有变得更好操作啦 真的有够特意啦 盘是没有变得更好操作 只是越来越难操作 等一下让你看K-pop的颜色 你也知道 遇到震荡高手盘的时候 我跟你讲 越来越难操作了 这样了解了 好 当你跟你讲了这个东西之后 要干嘛 讲了这个目的 就是要告诉大家 现在的盘是有没有 已经进入了一个 区间震荡 一个大区间震荡整理盘 那今天老师有做 严格的一个定义 就是一个震荡高手盘 不要忘记咯 如果是震荡高手盘 有可能会跳空哦 你还没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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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没有方向性的跳空哦 但是如果是空方趋势 通常是往下跳嘛 如果是多方趋势 通常是往上跳 对不对 所以既然它是没有方向的跳空 那怎么办 我给你说三种方法 第一不要算 我给你说今天老师 真的没有框源哦 第一不要算 第一把你的部位缩小 第三个好好运用 K棒的颜色 来帮助你判断多空 就只有这三种方法 没有其他的方法了 这样了解了后 所以一开始 今天老师真的直接就告诉你 直接了当地告诉你 目前大盘的方向是 大区间震荡整理盘 越来越难操作 所以请你记得 一定要有正确的方法 对 好那在今天筹码的部分又是如何呢 外资昨天还蛮偏多操作的 今天咧 好的 这时候你又没有发现 今天很奇怪对不对 一大堆的股票很奇怪 好像到某一个时间点的时候 就下去就跌停板 你是不是又在猜 看起来又是外资在杀了对不对 可能觉得 还好 还好 聪明 所以幸运还是算是聪明 冰雪聪明的主播 还好 对没有错 你不要以为那个是外资杀的啦 怎么说 我们来看一下筹码你就知道了 来 答案揭晓 人家在买咧 人家还在买咧 有没有 昨天买了70 80几 今天买了56亿 坚犬之股没有算太差 对啊 能够hold在这边 没错没错 所以外资感觉好像还不错 外资有买超 那自营商是卖超 然后这样加上坚犬的话 总共买超了55亿 那今天涨点才30几点而已 所以还可以啦 还可以 所以基本上有稍微一点点的压盘 但是不会压太凶 所以这个筹码的部分 我们就直接中性偏多来看待 现货的部分中性偏多了 想不想知道一开仓 到底外资是留多单还是留空单 其实外资留空单留多单 好像感觉好像没有参考价值了 为什么 感觉另外一只手比较厉害 不拔来拔去的 好啦 还是要看一下 答案揭晓 今天偏多操作了3800多口 但是进流仓的部位是3225口 这是正确的数字 这是正确的数字 今天就是流仓了3200的一个空单 然后呢 自信仓还是一样跟着外资对作 3000口的一个多单 所以这样加加减减的话 算是一个净多单的一个状况 那因为投信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 所以中性看待就好了 没有方向 一加一减就没方向了 所以中性看待 好 那我们看选择权的一个部分 选择权这阵子的话 今天老师跟你讲 人家是换在上方的 根本就是躺着转 真的是这样 新开仓 答案揭晓 在这边 今天偏多操作的7300 净留空单是14000 一开仓又留有空单14000 然后自行商呢 一留空单又有3500 所以这样加上减减减多少 快要到5万口的一个中高水位 还没有到中高水位的一个零界点 6万口才算 所以5万口的话 我们还是稍微中性偏空一点点来看待 所以现货的时候中性偏多 选择权中性偏空 那个勤货的部分是中性 所以卡住了对不对 没有方向对不对 这就是横盘整理盘的特色 这样了解 好 另外一个我们来看 poco Ratio poco Ratio的话 来到了1.22 还不错 一开仓就直接送你1.22 所以就是偏多思考 还不错 不错 好 那另外一个 那个散户多空的力道 健安老师真的有发现 散户多空的力道 搞不好不是只有散户在里面 Hello Kitty 搞不好真的在里面 你没有发现 这阵子最低点多少 70%多 结果竟然可以连涨好几天 所以搞不好 Hello Kitty 是真的在小台里面做琢磨的动作 所以不管它 我们还是要按旧数字论数字 正11.7% 所以中性看待就好了 稍微中性看待就可以 你要稍微中性偏空也可以 但是因为这数字不太大 所以中性看待 好 所以筹码review过一遍 当然就来看 巴拉光谷行库的一个部分 昨天巴拉光谷行库是站在 一个卖方的一个状况 卖超了7.6亿 卖超了7.6亿 好 那讲完这么多之后 健康老师 你很不敬责的 近前你都有用领带来告诉我们 现在你都不带领带了 是怎么这样 你也知道 领带总是要换一下洗一下 对不对 每次都带也不行了 所以我还是告诉你 把准则念过一遍 再告诉你正确的K棒颜色 好 下一根K棒怎么走 是顺势交易的前提 这真的很重要 每一次我出去演讲的时候 我最喜欢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这句话 下一根K棒怎么走 真的没有人知道 但是我可以去追惯性 虽然我真的没有办法 去精确的知道 下一根K棒怎么走 但是我终于 我可以知道惯性 往哪个方向走就好啦 然后呢 请你运用颜色管理的概念 红绿灯就是这个概念 然后K棒的颜色 红K棒就请你做多 蓝K棒就请你放空 黄K棒它就在盘整 也就是说 如果假设你要判断多空的话 请你记得用K棒的颜色 所以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大盘日线级的K棒长怎么样 答案揭晓在这边 有没有 今天是不是突破了这个点点 最后收完盘的时候 变成黄色的K棒 会不会很开心 江老师真的不会很开心 为什么 因为它不是红K棒 如果是红K棒我就会很开心 哪有人直接从蓝色变红色 有欸 搞不好拉个200点出去 就有可能 但是它就没有这么拉 没办法 变成黄K棒 所以有没有很开心 有啦一点点开心 最起码从弱势的变成盘整盘 也就是说盘整盘 盘整又变成什么 你要看桌也可以 你要看空也可以 又来了 你这边转电视转一转 这边喊空 这边喊多 然后喊多都很用力 都对 为什么 因为横盘整理盘 了解 那如果假设黄K棒的威力的话 你没有遇过的话 请你听江老师的劝 要嘛就不要做 要嘛就请你好好的把你的部位缩下 要嘛就运用正确的方法 否则的话这个震荡高手盘的话 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应付的 听江老师的劝 OK好 那各股的部分 竟然是不是有新版本要推出 没有错 健安老师昨天是不是跟大家讲说 如果盘是进入了可多可空的时候 你没发现应该是进行了差不多三个礼拜 应该是将近三个礼拜到四个礼拜 健安老师都告诉你什么 你如果要做股票的话 偏空思考偏空操作 对不对 就在昨天 江老师是不是提醒你说 有机会 既然有机会的话 赛马选股理论的 赛马理论的选股 当然就要端出来了啊 而且端出来了一定要有料 这个料不是乱端的料 你知道吗 因为这阵子的话 江老师要跟他好好聊一下生技类股 你还 我们拉回来 他没印象 之前江老师跟你讲的一些生技类股 都一些本梦比的 对不对 然后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 然后可能大家都很开心 没有错 这边买进也开心 这边买进也开心 因为怎么买都是赚钱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阵子拥有生技类股的股票的 有没有很开心 根本没有开心啊 根本就要转电视 看到人说生技就要转掉 因为很厚厚 为什么会这样 江老师跟你讲 其实不是说生技类股不好 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江老师只是提醒大家 如果假设你手边还有生技类股 你听江老师的劝 怎么说 任何一档生技类股 都会遇到一个共通的特性 什么特性 只要一弹上来 每个人都想卖 我再讲一遍 现在只要是生技类股 应该是悲公舍引草木皆兵 你如果有生技类股 你心里怎么想 他如果扭起来 我就是要买就对了 反正可以拿多少算多少 不就是一般人的想法吗 如果假设你又要去琢磨生技类股 那你想一件事情 这样逻辑哪有通 不通啊 除非拉他的那个主力 或是拉他的大咖的 要很有钱才可以把他拉到创新高 你了解没有 这个逻辑很清楚的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要跟你论述这个东西 因为等一下要告诉你 有些股票你还是不能碰 有些股票可以碰 但是有些股票是不能碰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有哪些股票先不能碰 然后我再告诉你 赛马理论总共选出了哪些股票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今天有一档股票 8406的F金可 有没有很凄惨 今天打跌停 对 而且重点是什么 今天跌停 但是如果你知道运用工具的话 你是在哪边 524块 520多块 你就知道要落跑了 现在已经落到3902块了 你现在爱白嫁夫妇也没法到 真的是这样 爱白嫁夫妇真的是没法到 你知道吗 F金可你有没有去看过他的财报 很优 超级优 是真的超级优 今天老师站在一个专业的角度 是每一季赚钱 都是很有赚钱的 不像那个本孟比的 是真的有赚钱的隐形眼镜的公司 但是 杀成这个样子 你觉得你对升级类股还有期望吗 好 我再让你看一档股票 好不好 1565的精华 人也是贪很多钱 结果也是败到这样 也是杀成这个样子 这样了解 所以今天老师一直跟你讲 不要去摸之前你们拉得很高的 大家都很开心的 但是现在 只要反弹 大家第一件事情 就是想说 我一定要把我的股票砍掉 能拿多少现金回来 就拿多少现金回来 所以 很清楚 如果假设你不知道的话 你用K棒的颜色 你大概也可以看出来 另外一个 1476的如虹 之前是不是有跟大家讲说 财报捏不住了 对不对 财报捏不住 你看就 咚咚咚咚咚咚咚就下来了 即使昨天跌停拉涨停 so hot 今天又是回去了 这样了解 所以趋势很重要 一定要follow趋势 这样了解 好 重点来了 既然空方趋势的股票都讲完之后 我们当然就要讲 健安老师 那一定有一个可以做多的股票 那到底在哪里 好 直接跟你讲 咚 健安老师 真的佛心来着 怎么会直接告诉我 你是不是又要玩什么游戏了 嗯 嗯 对 搞不好是 来 12版本的赛马理论一家 你看 健安老师故意的 你会没有发现 前面都露一个数字给大家猜猜看 如果你猜得出来 恭喜你 真的厉害 6开头的 4开头 6开头 2开头 5开头 2开头 3开头 1开头 而且重点在哪边 健安老师所选出来的股票 上半年的EPS 全部都是赚钱的 OK 那另外一个 健安老师跟你讲 有鉴于生计类股的一个概念 这几档股票 这八档股票 所有的技术线型 我再讲一遍哦 所有的技术线型 全部都在起跑点上面 就符合赛马理论 如果真的冲出去的话 你要懂得去做压住的动作 你了解哦 所以健安老师真的很认真哦 1700多档股票 去挑出上半年是赚钱的 然后再挑出 K棒颜色跟那个 技术线型是在起跑点的 你看我有用心吗 有哦 你想不想知道 我说健安老师当然想知道 对我也知道你想知道 那怎么样才能够知道 好跟你讲好不好 不管你是在做股票的也好 或是做期货的也好 就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 健安老师跟你讲 礼拜六礼拜天 健安老师准备了四个主题 要跟大家分享 这四个主题真的超重要的 哪四个主题 我们先把活动讲过一遍哦 如果假设你对于操作期货也好 或是股票也好 怎么操作都不顺的 健安老师跟你讲 礼拜六礼拜天的教学课程 你一定要报名参加 怎么说 就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 总共市场哦 高雄 斗六 台中 台北这四场 免费的活动 要告诉你什么 掌握结算后的大行情 好 我先PS一下 结算后真的有大行情吗 来 我跟你讲 大行情有两种 一种是单向的行情 一直涨一直涨 或是一直跌一直跌的 健安老师的看法不是这样 健安老师认为这个行情是 区间大震荡整理盘的一个行情 所以操作难度有没有很难 有对不对 盘整盘真的是最难操作的 尤其是你做破断单 真的会没有方向 这样洗来洗过去 你一定要听我的 你如果没听我的 我跟你讲 九月份的合约 你搞不好会搭配出场 真的是这样 所以健安老师已经点醒了哦 所以这个主题这么重要 如何掌握台子旗结算完后的大行情 善用工具辨别多空 高雄 土六 台中 台北 这四场免费的活动 健安老师要连续跑四场 连续这四场 而且我跟你讲 每一次报名的人数真的都很多 那健安老师要在这四场免费的活动 要告诉你什么 可多了 可多了 重点是什么 有一个很重要的 有两份重要的资料 这两份重要的资料 健安老师会在会场跟你讲 好 那我们跟你讲哦 讲最后的重点在哪边 第一个 结算后的行情到底要怎么规划 既然它是一个横盘整理盘 而且是一个大区间震荡整理盘 到底有可能打在哪个地方 那当然你就要知道 有些重要的数字啊 第二个 其沃的操作策略到底要怎么做 到底要怎么做当冲 怎么做波段 第三个 上次跟你分享了是不是 空方趋势下选股的策略 这是改了对不对 改成盘整趋势下的股票操作策略哦 很重要 建安老师都随着盘势 告诉你怎么操作股票 第四个 最后 赛马理论的 选出来的股票 到底要怎么样跟工具做结合 如果你觉得这四个主题 对你真的很重要 我跟你讲 这四个主题一定对你有帮助 然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 两个东西 刚刚建安老师有说过对 哪两个东西 第一个 如果你想要知道的 九月份合约 到底法人换仓 换在哪个地方 广告时间哦 请你记得一定要预约报名 只要你有预约报名 建安老师会准备第一份资料 就是到底法人换仓 换在哪个地方 这是第一份资料 第二份资料就是这个 赛马理论第十二个版本 到底选出了哪些股票 而且你也没有发现 这次选股 有没有才选八只 我跟你讲 真的 这一次的选股 真的有一点难 建安老师真的没骗你 为什么 因为之前拉上去的 大小的都在砍股票 已经不拉了 不要算了 不要算了 不要抖了 不要抖了 看准备一百只而已 不要抖了 所以选股的难度越来越难 而不是说东压压西压压 你会压得到哦 真的建安老师没详你哦 所以如果假设你对 刚刚那个免费的活动 有兴趣的 建安老师准备了这两份资料 再跟你唠叨一次 第一个 赛马理论第十二个版本 建安老师会告诉你 第二个 九月份合约多空双方 换上他成本 到底换在哪个地方 好 PS一项 玩游戏总是要有游戏规则 对不对 你一定要报名参加 你没有预约报名 不好意思 建安老师不会秀在电脑上面 我会拿资料给你 我会请助理拿资料给你 但是你一定要预约报名 如果你没有预约报名 不好意思 你是后面来的 你连看都不能看到 所以一定要报名 建安老师才可以准备分数嘛 这个分数要准备好 所以再拉回来主题 就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 如何掌握台子结算后的大行情 商用工具辨别多空 高雄 斗六 台中 台北 这四场免费的活动 只要报名参加 建安老师一定会准备 这两份重要的资料 跟大家分享 让你知道在做股票跟做期货 其实真的可以很简单 对 好 那我们就把时间了给大家了 先进广告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才能一直水水的 饱框沥水的 I'm Water 为身体长效保水 下一根K棒怎么走 没有人知道 盘式应对 已不错不不错 已退为进 重新开始 全面量化专线 02 2506 6808 2506 6808 台中剑台家具展 8月21到25号 台中世贸 盛大展出 中原普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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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剑台家具展 8月21到25号 台中世贸 盛大展出 预备 开始 哇 变小了 一口一个 刚刚好 全新命令OREO 随时放响 珍惜所有的鼓励 给全球好空气 大惊空调 Global No.1 明昊一级棒 大惊 下一根K棒怎么走 没有人知道 盘式应对 已不错不不错 已退为进 重新开始 全面量化专线 02 2506 6808 2506 6808 下恩英语 百分之百合格外式授课 学好英语 也学好品格 下恩英语 02 2351 7755 香港美心奶黄月饼采用双重烘焙 把奶黄的香浓提升至更高层次 香港美心奶黄月饼的味道 是用心品味 大导演卢贝松台北取景拍摄 全美手装跳簧冠军 大脑潜能全面进化 8月20 露西 欢迎回来 接下来棋局看台股单元 今天要教大家如何当冲了 好的 江老师要教你当冲 江老师就不念准则 反正准则只有两种 一种盘整盘用15分钟的K棒 一种顺势盘就用3分钟或10分钟的K棒 就这么简单 不要想太多 做机会你想太多 我跟你说你忍不住钱 你真的听江老师的 我会给你看在那边 所以我们看一下台子期的15分钟的K棒 一开盘在这个地方 收盘在这个位置 所以后半段的话 就是9279做小幅度的翻空 9275的话回补就是小赚4点 没什么赚赔 小赚4点 好 那前半段就是一个顺势盘 那当然就要切到10分钟的K棒 来看一下到底是赚还是赔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来 昨天的话是不是跟你讲是小赚 那今天开盘在这个位置 然后是不是要做多 结果跑到这边的时候 哇 挺蠢 十几点的一个状况 这边又做多 哇 又搭下来又停损的一个状况 没关系 反正今天的话 就是小停损的一个状况 那昨天是不是小赚20几点 那今天的话就是小赚20几点 哇 刚刚好 没有什么赚赔 所以啦 运用工具 如果假设趋势不是很明显的话 你一定要有耐心 千万记得要有耐心 如果连这种盘 每天都可以赚50点 100点的话 如果你还相信 你真的 你要去重新考智商一下 到底对不对 不能这样子 今天老师告诉你的方法 就是正确的方法 赚就是赚 赔就是赔 没什么好遮掩的 这样了解 所以你运用正确的方法 今天是小赔 但是昨天的方法是小赚 安耐歇去 耐心的等机会 为什么 只要趋势一来 一拉出来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怎么做 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归到一个重点 你说 你有没有发现 你在做期货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光看这两天的一个走法 你会觉得这两天的走法 对你来讲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但是如果假设你运用正确的方法 一点都不困难 来我们看一下 昨天长这样 然后过来是今天 你有没有发现 左边是你使用的工具 你当然不知道它是多还是空还是盘啊 在哪里进在哪里出你不知道啊 但是右边呢 是不是很清楚 该多就做多 该平仓就平仓 该多就做多 该平仓就平仓 一目了然 虽然这样子做下去的话 你觉得这样今天跟昨天的话 加起来也是安全下装而已 但是如果假设你是从昨天一路空到今天 你还不回补那不是更凄惨了吗 这样了解吼 所以做期货做股票也没有很难 没有很难 建安老师常都跟你讲说 难就难在 你没有正确的方法来面对这个盘式 所以正确的方法是什么 当然就是建安老师跟大家讲的啊 天然的最好 简单的最好嘛 不要再想太多了啦 夹棒的颜色真的可以帮助你判断多空 然后照着做就好了 做就对了 所以啦 建安老师 你讲的很简单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没有k棒的颜色那怎么办 好 如果你没有k棒的颜色没关系 建安老师教你好不好 就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 建安老师教你 建安老师要告诉大家 到底怎么样掌握台子结算后的大行情 大行情有两种 对不对 一种是单向的 一种是大区间的 建安老师认为这一次是大区间的哦 所以你一定要善用工具来辨别多空 总共有四场免费的活动 高雄 斗六 台中 台北 这四场免费的活动 建安老师就是要告诉大家 四个主题 哪四个主题 来跟你讲 这四个主题很重要哦 好 来 我们看一下 四个主题 第一个就是结算后 行情到底要怎么规划 期货的操作策略是怎么样 到底是当冲破断要怎么做 还有盘整盘的时候 到底股票要怎么做 没关系 江老师教你 赛马理论完之后跟工具到底要怎么样做结合 而且最重要的 如果假设你是以做期货是做股票的 没关系 江老师都有考虑到 最重要的有两份资料要送给大家 哪两份资料 如果假设你要以期货为主的话 请你一定要记得 九月份合约到底多工双方 换在哪个地方 第二个 如果你是以做股票为主的 这阵子的股票真的很难操作 第二十二个版本的一个赛马理论 一定要拿到 所以 江老师跟你讲 等一下广告的时间 你一定要报名参加 而且江老师跟你说不定 你有报名的 你有预约的 江老师就会把那个份数准备好 如果你没有报名 你是匆匆忙忙的来到会场的 江老师跟你讲 我不会请那个什么 助理人员拿给你 所以你一定要报名 因为这个资料实在太珍贵了 否则的话 可能那个资料会包平等的 江老师会伤心的 对不对 所以等一下广告的时间 这一场免费的活动 高雄 土六 台中 台北 这四场免费的活动 等一下广告的时间 一定要报名参加 而且江老师每一次都有说 每一次报名参加的人数 都会来很多 所以你一定要先打电话预约 如果你没有打电话预约 不要说资料你拿不到 人家就没那么多了 所以这两份资料这么重要 我相信你一定很重要 所以如果你觉得很重要的话 等一下广告的时间 记得打一通电话 对 好 谢谢健安 为我们带来最及时的分享 今天星期三碰上的是台直期结算 对 好 难道就此为止了吗 其实没有 下个星期还有摩台结算 所以变数其实还是非常的多的 没错 所以其他论坛也会持续带预 掌握整个大盘的趋势 以及个别类股 到底要多空怎么来看待 明天同一时间 下午三点钟 明明交会 拜拜